嘿,哎呦,天啊,鲍鱼没爬进来,赵鱼爬进来了 这是两只鲍鱼,一大一小 嘿,哇塞,好可爱哦,这两只 看,怎么样 哎嘿,上我的桶里来 两只鲍鱼,这头怎么突然变得长长的尖尖的了 呦,要咬我,哎嘿,哎呀,要咬人,这鲍鱼 快快快,把它放进去,好凶啊 走,继续翻翻 这个石块大,翻翻看看,哎呦,嘿 哎呀,翻着近我,啥也没有 这个石块底下,肯定有鲍鱼,我已经看到了 翻起来看看啊,万一又有鲍鱼 嘿,哇,这鲍鱼也太大了吧 三只,好可爱,这只 哇,这只大呀,怎么样 三只鲍鱼,这是一家三口的节奏吗 出来旅游被我发现了 这个小的,你看,这扔起来了,太可爱了 来,瘦了 今天可以做个麻辣小海鲜,噢,吐没了 这个,抱着鱼生气了 哎呀,又吐没了 那桶又搞脏了 换点清水吧 继续啊,咱去前面找一找 哎呀,前面你看,什么情况啊 这啥情况 这大东西可能是从这个地方爬出来的,你看 都还有它这个行动轨迹呢,它是这边 这个路线爬过来的 哇塞,这个还活吧 哎呦,还活着,你看 哎呦,这龙虾手上一直在震动啊 我给它放水里面洗一洗 身上都是这个沙呀 它怎么爬过来的 哎呦,哇,这只好胖啊 看这个大尾巴 回家这个,清蒸的吃 上面有破点那个蒜蓉,应该特别的香 你看,它下来发现这个石头底下啊 是一只螃蟹 因为我看到它这个大钳子了 是不是,可以出来 哎呦,嘿,嘿,别憋着你哦 这个季节这个螃蟹差不多都是这么大的 是专门做那个香辣蟹用的啊,看 个头还不错啊 一切两下,回家,葱姜蒜一爆香 放点火锅底料 哎,来了,又来一只伙伴 哎呦,嘿,今天回家吃香辣蟹有希望的啊 就这种品种的,这种个头,太适合了 因为这种容易入味 走吧,前面有个排水口 这个排水口啊,好像又是刚刚放完水的 哎呦,看看,这是鲍鱼啊 这里面还有呢 这是这上面吸着好多这个鲍鱼 哇,这也太过瘾了 我拿下来哦 看,这个肉 这边又一只 哎呦,我又过来它反而吸得越紧 哎呦,嘿,拌不下来 哇,这只是真肥啊 这两个,这上面还有,看这个肉 已经扒在这个上面了 哇,哎呦,嘿,真的太肥美了 这火台底下也没有啊 那边,那边,那边是两只 这一只是跑在这上头的 哇,塞 太过瘾了吧 一对 这个我上里面,我自己拍了 哇,大哥帮我把钳子拿好 这边,这边这只 哇,看这个肉呀 有没有很诱人啊 这回家今天弄个五花肉冻鲍鱼怎么样 这还有 哎,这 排水口一落的鲍鱼啊 啊,上货,这只肥 这里,这是一对啊 好漂亮啊,这个壳 哇,塞 真的是,发财的节奏啊 哇,得来全部费功夫 看,这里面,好深啊 也不知道里面还有什么 先把这看面的剪了吧 这个,哇 真的太美了,太过瘾了 往里走两步看看 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了 哇,往里走好危险啊 感觉味道臭臭的 咱们先出来吧 这里面不好动的 哇,我说了好多啊 这个鲍鱼 看 咱们这些石块也翻翻看啊 看里面有鲍鱼爬进去 这谁这么没素质 来海边玩就完了 还抽烟 这啥玩意儿 红塔山 红塔山多少钱一盒 七八块 七八块 便宜吧 呦,看看看 看看看 哦,这爬出来就打龙虾 你看这个,这边这个 它的这个行动轨迹啊 可能是从这边石头那里爬出来的 这底下这个,你看一道一道的 就是它爬的 哇塞,哥们儿,太有缘分了 怎么样 这龙虾个头,一般大的个头吧 但是,好吃啊 这龙虾这个腿 它这个尾巴上这个肉啊 特别的Q弹,有嚼劲 收了 不错啊 好人总归有好报的,你看 你看 现在春天啊,还是有点冷 还得穿羽绒服啊 看这个石块,底下我发现有几只小爪子 已经露出来了 哇呀呀呀呀 一只八爪鱼 嘿 醒醒吧,哥们儿 从哪里 逃出来的 哎呀 你吸的这么多石块,你累不累 你也太勤劳了吧 哎呀 嘿 松开 这八爪鱼脑袋上都是这个纹路啊 看到没有 感觉就很好吃,很美味 好,这一只,赶紧给它收了 哇塞,看 我发现前面这一只大八爪鱼爬出来真的太过瘾了 哇,这一只也太大了吧 我的妈呀,这好大的一只脑袋 你看看看 往后爬 往后退啊 你看这个腿 好长啊 这得是个一米八大个儿吧 哇,看 这个头够不够瘾 好大呀 天呐 回家怎么吃嘛 这个抱头一口都咬不下 你看这个大脑袋 哎呦,吐水了 哦,这里面都是水 这个头可以,收了 来 这小短腿啊 瞬间就感觉没有个儿了 被比下去 咱们放回这边的石块啊 前面有个排水口 这一黑 哎呦,你看看,这边这边 这边这么多鱼 窝在这边的 这边有那只大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很好了 这是个头小一点啊 看,不是很活跃 没有什么精神头了 行吧,一块收了它 这边也是派水口 我们看一下 派水口里面有东西 快来看看 派水口里面是不是有鱼 这水太急了吧 就刚往外放鱼 天哪 你帮我把铲拿着 我进去我自己拿 我的妈呀 平时水没那么大 这次水怎么那么大 派水口里脏的嘴巴 我得一条一条的 来来来拿桶 这边这边还有一条 这里面好深啊 这水流可大了 这边又一条 你别说话 我还以为是从里面撒出的声音 我吓死了 另一条里面有没有了 我先出来吧 刚刚这个水流太急了 我们从这个下面再找一找 看看下里有没有被冲出来的雨 我走过了 发现这边有一只龙虾 看它这个尾巴是青色的 好漂亮哦 那没有 就是传说中的小青龙吗 这隔头比那只隔头小一点 也给它瘦了吧 看看这个水流太急了 会不会把鱼都冲下去了 正有你看 你看冲出来的多宝鱼 哇塞 这今天太过瘾了 回家直接卖鱼就行了 又一条 这只隔头大吧 收了 这边又一条 发残的节奏啊 这排入口老板 知道就疯了 这条还活呢 很活跃 隔头还兜不小的隔头 不是那种宝宝隔头的 看都可以当妈妈的 收 今天这么大的一个收获 可不能在这里时间待太长了 咱们得照须回家了 收了这么多的鱼 还有大龙虾 走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